今天我们煮三大肠豆虾 今天我们煮三大肠豆虾 来介绍一下食材 我这边有肠豆 虾 大洋葱 虾米 然后搅辣椒我会有干辣椒 小洋葱 头 然后蒜头 然后调味料是糖跟酱青 OK 现在我先搅辣椒 现在我们先搅辣椒 用我们的搅拌机 这个搅拌机是68块 它来的时候它有一个大的小的 还有一个绞肉 68块 又容易洗 对 这个又容易洗 可以拆开 然后容易洗 我们把蒜头放进去 干辣椒放进去 干辣椒放进去 干辣椒先 烫一下就要水 是吧 大肥 然后放一点点油 会比较容易焦 放一点油 等一下我煎你是要放油 放一点油等一下才滑下来 只要这样按下去转紧就可以了 不够了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好了 这样转了 拉起来就可以了 可以了 这样快 好了 可以了 一点点了 好 够 现在我们要炒一下我们的这个辣椒 刚才我放油了,不要放太多,不够再放 现在有我们的这个百万锅 对,这是我们的百万锅,你炒辣椒都不会黏住的 很多姐妹们都买了我百万锅 这个百万锅就是你炒饭啊炒面啊炒什么都不会黏 你煎鸡蛋也不会黏 然后小孩子我的孙都会用 今天我们做什么菜,再讲一次 长豆,三八长豆炒家 三八长豆炒家,今天我们做 很简单哦,很简单哦 在这个三八里面,你有看什么 三八里面啊,小洋葱头,蒜头 然后这个blushion我已经 blushion我已经弄干了哦,炒干了 一定要炒干,我放一茶匙就好,不要酸太多 等下会很斜哦 在一茶匙的三八里面,放下去辣椒里面 我买的 长豆 给它炒香这个 三八给它炒香一下 进去给它炒一下,炒给它香 炒到颜色比较深的,我就可以放我的虾米哦,等一下 我没有虾米,我虾米也可以放下去爆香 那虾米更香更好吃哦 给我们看一下这个粿里面 我的香味出来之后,变生之后,你才放长豆 煮东西就是比较慢熟的,先下了哦 然后我的长豆先下去炒,因为长豆一定要吃到油 没有油不好吃的长豆 长豆放下去了,我们长豆放下去 要先吃那个油哦 先看那个长豆 长豆如果炒不够油,没有油的话,你吃了那个 切切切切切切,不好吃哦 要炒的那个颜色变深绿色 现在我们做这个长豆炒下 要炒到这个菜头哦,你看 它有一点生绿色哦 已经被那个,有一点油吸收了哦 然后它会生绿色,会比较好吃 生绿色了,我好像是长豆 对,生绿色 然后你们就把这个大洋葱 放大洋葱下去 给它那个洋葱的香味 然后我可以放虾 再把虾 你虾多少都可以的 炒熟这个虾 然后把那个虾咖炒熟哦 这个也拿来加拌哦 你吃 等一下要调味哦 那我这边有一点点的糖 放一点点的糖 一点点辣椒一定要放一点的糖哦 因为要混合那个辣炖 放一点糖再去 然后把它炒一下 然后要放一点酱青啊 等一道会放下去 放一点酱青啊 然后你可以放一点点的水 不要太多哦 轻一点的水 放一点点水 等下下饭比较好吃 对 好,这边酱青 好,我们放一点酱青 进去提鲜 多少酱青啊 一汤匙的酱青 一汤匙酱青 一汤匙酱青 一汤匙的糖 然后我要多一点点的汁哦 因为我喜欢淋那个饭哦 一点点的汁 多一点点汁 等一下可以流温 放一点水 等一下你们可以淋在半汁 很好吃 哇,你看 有盘啊 就这样就差不多 那个虾熟菜都全部都熟了 就OK了 这样的哦 OK,好了 等一下我们盛上来 那个辣椒 辣椒都是一样的 辣椒是我们自己做的 上面自己调的 你们照那个比例 等一下我们会把那个 食谱放上去 那个比例 辣椒放上去 我们自己可以做 OK,这样煮好 我来了 OK,今天的长豆 OK,桑巴长豆炒虾成功 谢谢大家支持 OK,帮我们按分享 刷爱心多多 喜欢的帮我们刷爱心啊 OK,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支持 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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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